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 请看 我和她在一起快一年了 两人感情也挺好的 可她妈妈一直不同意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我妈承受管我挺年的 但这次我想为我们努力争取 希望她能阵性我一些时间 她妈妈不仅挑剔我的工作 甚至还怀疑我和她在一起的目的 她这么想我我很伤心 我也不想失去她 但加在她跟我妈妈之间 我也感到挺为难的 我们的恋爱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现在我完全看不到这段感情的希望 男方的母亲怀疑女孩是别有用心 看来这女孩还没有真正走入这个家庭 就已经遇到了未来婆婆和自己的大战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来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杨27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刘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舞蹈老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母亲不同意 是吗 原因是什么 我妈妈给我录设了一个老同学家的一个规律 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 又比较非照顾人 性格又比较温柔 她就要我跟她去见面 然后我就跟她见过几十面 在没跟她确定关系之前 我偶尔发了几次信息聊了几回天 跟她确定关系以后根本就没联系过 如果没有关系 她妈怎么会把她带到家里面去呢 就 我最后导办 这也会告诉你 她说好 她也会不知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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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偶尔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嫌弃我儿子就趁早分手 就是你不喜欢他 多的人喜欢他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你这个表情就又摇头又又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是夹在两个人之间 我现在是那个是妈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好难 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两个 他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 他老是说他妈喜欢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就以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多 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让他了解我 多多了解我 要他带他妈到我工作室来看看 就我是一个上镜的人 是不是 但是他已经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对 我当时真的排练 很多学员嘛 还有很多同事都在那里看着呢 然后他妈基本上就说 这男的女在这干嘛呀 衣服穿那么少 这哪在跳舞啊 这像什么样子啊 你这脸这嘴什么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他老年人嘛 他思想不一样 他觉得你们看着 现在我太性感了 他受不了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你的无聊 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没有未来 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他吗 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 就泄了矛盾之前 想过的 没想到他妈就是这么反对 妈妈今天来了是吗 来了 上来咱们聊聊啊 到底家里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这么不赞成 儿子选的对象 因为我的儿子从小嘛 是我们带大的 我们是做生意的 是不是 儿子我们也看得很重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 给他找了一个自己的朋友的丫头 是叫小学的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是吧 我也知根知的 他会 我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是用心派子 去吃 我每次我们都在滴 这 我 这 这 也 在 我 这 我 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了解过他了吗 你怎么不了解啊 你没人没和他讲的时候 我说什么 你从来不和我顶准 你现在装着光是这么多人的面 你都跟我顶准 我不了解吗 就了解了 你都变了 跟他结婚了 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 理解理解理解 来来让这 让女孩跟你说两句 来姑娘说两句 去跟阿姨说 阿姨她要我答应那三个条件 我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 现在我沟通也没有用啊 我跟你说 你原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还可以 我应该是不可能答应 我身边的他 是不可能答应 我和阿姨说 我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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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了 我回答了 我回答了 我回答案 我回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有看到松动 如果经过我们一番专家的指点之后 还是不能松动 你准备怎么办 只要阿姨能够接受我的话 我当然愿意继续跟她在一起 你如果是我的女儿 我只有一种冲动 马上把你带走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你独立自主 长得也还算不错 为什么要在这儿 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 所以姑娘 自己要考虑清 经理老师们怎么说 阿姨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秋比特问卷 阿姨 那个女孩人不错吧 不错 您就把那个女孩认作干闺女 是做亲生女儿一般 你问她那个女孩 愿意接受三个条件 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她妈也通情达理 就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 过来以后尽快生娃 二 过来以后 对不起 房子和车 都得是那男人的名字 家务活 你的义女 你的养女都得干 三 那个女孩现在的工作不能做了 但是也不能参与 那个男人家的工作 再找一份工作 因为那个妈 不喜欢你养女的工作 这三条件 您作为一个母亲 能接受吗 但是 但是人家喜欢的话 不会提那个要求的 就是因为她妈妈不同意 就提出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三个要求 并不是说合情合理的要求 对吗 只是因为不喜欢 所以刻意刁难 提出了三个 你绝不能接受的条件 于是就罢了 对吗 是 就想她自的而退 您还是很诚实 我觉得阿姨 咱给她鼓鼓掌 咱也给她点个赞 她最起码成了 我提的三个要求是 不合理的要求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其实您知道阿姨 您也当初嫁了人 给人家做了儿媳妇 您抚养儿子不容易 同样将来这个女孩 要嫁给你儿子的话 也要做您的儿媳妇 将来她也要做婆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将心比心不行吗 别说您一女了 当初您的婆婆 给你提出这三条件 要赶你出门 你能怎么样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看我们主持人怎么样 他很好啊 他哪好 他应该当主持人的 成天抛头露面 他们也不多吗 我再问您问题 您家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做生意家的儿子 不能要 无伤不坚啊 这还是一个 根据他职业和爱好 就能判定他好坏的年代 阿姨 所有的要求和道理 您自己心里都站不住 我知道为什么 你还这么嘴硬 就是要这个面子 当然要面子 咱得讲理子 咱得讲道理 妈妈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不是要找你麻烦 其实妈妈 我觉得你爱儿子 天下父母亲呢 谁不爱儿子呢 你希望你儿子幸福 对不对 对 好 刚刚有一句话 你说了好 就是说 你转过来说 你怎么现在跟我顶嘴 你以前都不顶嘴 他真的不顶嘴吗 他从来没有顶过嘴 为了这个女人跟你顶嘴 是不是 是 那你是宁愿他现在跟你顶嘴 还是他听了你的话 有一天 他非常的不幸福 非常的生气 那时候在跟你顶嘴呢 我还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好不好阿姨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家 他们有四个儿女 这四个儿女都是他爸妈安排的婚嫁 但是我要告诉你 经过非常多年 这一家人我认识 四个人没有一个幸福的 最后他们纷纷回去找他的父母 是当初为什么要为我安排这样的一个婚姻 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困难重重 怨声载道 而父母非常的后悔 当初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我也认识一个人 这种人 他不是这样的 有钱人 就知道 他会给你 我认识一个人 会给你 我认识一个人 他不在乱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乱 那种人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你讲不要觉得委屈 因为妈妈她没有恶意 她就是爱她儿子 但是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的优点 你不要与她为敌 你要以柔克张 我很不能理解男方父母在这个场上的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 一个母亲首先是个女人 同时也是父母 她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别人父母的感受 如果今天是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这趾高气昂这样对待他 我相信你会很难受的 因为你的儿子没有受到尊重 间接的也没有尊重到别人的父母 做人得要将心比心的 但是你没有 你也是个母亲 你想想她的母亲得有多难受 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 当贼一样防着 她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 我的女儿不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儿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去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她也比她强 情商也比她强 在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是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要要做比女儿走 再说第二 任何的婆媳之间关系不好 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男人太弱 如果她独立一点 不做家里的生意 我们自己租房子 妈妈还有什么话可说 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 天下不是的父母 错 父母就是会有错误的 你不用跟她去抵抗嘛 我不做家里的生意了 我自己出去 我跟她单过 我要保护我的女人 但我也不对我的母亲不尊重 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的儿子碰上一个表面上顺从 你听你的话 背后里把你们家的钱全部烧走了 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 像个敌人一样 你才叫真的到了八辈子大美了 你想想看吧 这个男生其实挺老实的 基本几乎被母亲管的 已经没有什么能耐了 他很容易碰上那种女生 最后把他们俩离间的一塌糊涂 但如果真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女生 你怎么办 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的儿子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 就找了他 而没有找那样的女人 所以说有些事情上半夜想想 下半夜想一想 妈妈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其实挺老实的 你无非是下不了台 觉得自己最失败的 莫过于自己一时以来养的儿子 却听了别的女人的话 但我想告诉你 你儿子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台上 对你还唯唯诺诺 那是因为心里有你 跟很多无法无天的儿子比起来 早就带他私奔了 你能拿到怎么样 你能跟他脱离母子关系 所以不要那么决绝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要那么死撑着 否则的话 你是自己把自己架在火山口 小伙子 你要去成长成为一个 能在家中立得住的男人 妈妈自然会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的选择 姑娘多少有些气馁 但是没关系 你是一个独立的好姑娘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就像你男朋友说 我都不用问他爱你什么 但你值得仁爱 所以接下来 看你们怎么说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想说的 你心里有我 我一辈子听我妈妈的话 成小大大 但这次我真的就想自己做主 我妈给 她找的她 Mercury 你可以的 我妈妈 都不认为 那不是 我妈妈 都不认为 你 我妈妈 是 我妈妈 你 不认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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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见证两位年轻人的浪漫吧 妈妈 您是见证人啊 来吧 听你句话 我幸福 亲一个吧 亲一个吧 真的好幸福啊 来吧 这是我们 因为是专门为爱情保卫站 特别剧作的白色恋人系列 希望好好的保养自己 也保护你们的爱情好吗 走走走 都好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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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也好好保养 女人都要美美的 好吧 来 你家的口 我们 你开吧 多好啊 来来 妈妈 阿姨